他可能还在路上 还待会过来 那么正好我们第一部分 还是把第五章 第五章部分收个尾 第五章上次的话 我们还有个第二部分 就是Multi Leader Replication 我们还没有讲完 这部分的话是由理散来负责的 那么上次理散 因为没有足够时间讲 这次他还是没有时间 他给我们录了一期视频 那么现在就是跟着他一起 看一下 大家能看到 现在看到的是 能看到我分享的视频吗 这个界面 应该可以 就点一下 对 会封关Presentation 这样的话你能看到 就是一个一段YouTube的界面 那么我们就跟着理散的视频 讲解一起过一遍 大家有任何想提的问题 都可以随时通过麦克风来打断我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起 把这个视频给Pause一下 一起讨论一下 到底他具体讲些什么 希望大家能一起交流 然后这段 大概时长是17分钟 加上讨论的话 估计半个小时 之后的话应该懂事 应该能够赶过来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进入第六章 第六章就是Partition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萨萨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Mudilator Replication 然后呢 之前我们已经有过了 一个CV的Replication 今天我将从这个三个方向来说这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来用 这个Mudilator Replication会比较合适 第二个是Mudilator Replication所带来的 这个写通冲突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解决 以及我们Mudilator Replication的一些 Tapology 然后和他咱们的一些问题 最后都说出我们的结论 首先呢我们已经有了 SingleEager的Replication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个Mudilator Replication呢 因为如果我们就一个Leader 然后如果假设这个Leader现在挂了 那我们怎么去写到这个Mudilator Replication呢 因为SingleEager里面它是先写到这个Leader 然后Leader用一个E4方式去转发给其他所有的Torador 让他们去写进去 所以我们就要引入这个Mudilator 这样我们当其中一个Leader挂了的时候 我们并不影响写入这个数据操作 我们再稍微停一下 其中他问问题说 为什么要有Mudilator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SingleEager的话 会出现Leader挂了的情况 事实上在两周前我讲SingleEager的时候 也提到过 在这种机制下 如果Leader挂了 我们是怎么处理吗 大家还有谁还记得吗 可以做一个故障切换 就是让其他的一些具有比较新的 副本的节点 让他们成为一个Leader 对 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老大挂了老澳上 老澳的产生的话 当然有很多种方法了 就是说刚才刚才说 那时候应该比较优的方法 就是说谁存的最多 最新那就做了二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投票机制 所以说SingleEager 他其实也有一定的方法 就来处理这种Leader挂了 那我们看看这Mudilator 到底有什么新的方法呢 稍等一下 那个OK 我想我问一下 就是那个好像 那个视频有点回音 对他录的时候 就是他视频本身就回音 对 放的就是这个音效 好像有点问题 那什么视频 我们用这个Mudilator 有点准确认的方式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多个Data Center 首先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图 我们有两个Data Center 然后每个Data Center 都有自己对应的一个Leader 然后呢 我们不同的 这个不同地方的这个人 去用物去写东西 就写到他对应的那个Data Center里面去 然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两个Data Center 他们的这个 对Leader 会同步一下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发现有一些冲突 再来解决 OK 那这样做为什么好处呢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 performance上面 因为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跨Data Center 之间的这个协讨计 我们就可以避免这种Leader 为什么什么呢 因为相对于这个Single Leader来说 我们现在在一个Local的Data Center里面 我们都有一个自己对应的这个Leader 所以我们不用 不用让这个Leader去 再去不停的发 不停的发给对应的其他的Data Center里面 然后保持结质 就我们可以通过一步的方式 就是我们先在这个Local Data Center里面 去通过自己的这个Leader 把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些东西写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一步去发到其他的这个Data Center 那我们去通过了 然后第二个是 假设说我们其中一个Data Center 发现了Local对局 那如果是以前的Single Leader 那如果那个Single Leader 在那个Data Center 出现了Local对局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整个这个企业 都不能完成了 所以对于这种方式来说 我们的Market Leader 它如果出现了Data Center 出现了Local对局也没有关系 因为对那个Data Center的一些操作 可以把它全部分流到其他 它剩余的所有的Data Center 当中军军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出现了一些 网络这样的问题 就是跨这个Data Center 之间的这样一个link 如果是Single Leader的话 因为它这些操作是 在这个link上面是一个 同步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对于Market Leader来说 因为我们只能在Local的Data Center里面 所以如果这个跨Data Center的 这个Internet出现问题 对我们来说的Market Leader 也会适合影响 那回家也会出现 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来回顾一下 就是说 它这种 我也有问题 它比如说多个Data Center 那么 我首先访问是哪一个Leader呢 就是说 谁来决定我应该访问哪个Data Center Leader呢 这个是还有一个 诶 董神回来了 嗯 你说 哈喽 董神回来了吗 董神刚才数据什么话 那就是董神麦克坏了 刚才我的问题就是说 呃有好多Data Center 那么对啊 对啊 谁来决定我访问的是哪一个Leader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那个我在想 现在说话 稍微有点清晨 好像信号不是很好 让我看看到底是哪个 是一个Michael高 让他好像把那个麦关了 刚刚 啊 又关了哈 那我就 那如果大家没什么想法的话 可能就 呃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是说单纯的 呃 如果是为了寻找说的哪个比较好的话 在那个partition那一张 他最后 他有一个讲到一个请求路由 就是说我那个我需要一个 service不管是read或者是write 我要先过一个路由 然后那个路由他里面存了一些 就是对应的那些可能的partition的一些地址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如果是做那个replication 应该也是类似的一个东西 他可能里面都会有 比如说他那个有一个工资叫那个zookeeper 就是说记录到你现在的所有的key 对应到的那个partition他们 或者是replication他的那个地址是在哪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 嗯就能够很容易找到的说 嗯 可能一些就近就近分配或者是说一些可能 网络状况比较好的那个leader可以分配到分配到你这个请求上 ok我看到他这句话有说local data center 就是说他会通过路由来判定一下 他这local就是说离自己比较近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那个物理上就是那个呃实际的那个距离上会比较近的一个data center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我觉得 如果不通过那个外部工具的话 那就是看那个这个地方区域那就是路由最后 最后就肯定会要经过一个data center 那就是物理上比较近的 那这个通过一个IP的划分就可以很简单的去把那个东西做好 ok 那这可以理解 就是说如果只有一个leader的话 而且这个leader比我比较远的话 我可能就访问就有点迈是吧 ok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能够容忍这data center outage 就是说一个data center挂了可以以其他data center来补 那这跟我这个singleleader里边leader挂了其他folio来补 会有更好的优势吗 是说一个对象现在挂了另一个cdata center 补起来更容易吗 理论上是会更容易的 因为如果你只是做那个failover 就之前的那个singleleader 那个failover 它需要有一个vote的过程 就是说我需要哪个partition来作为一个 哪个replication来作为一个新的leader 但是在这个地方它leader就本身就已经有了 所以就不存在说那个这种 冲突可能产生的一个过程 他之前不是讲singleleader的时候 讲到最后 他其实那个会有一种可能 就是故障切换的时候 他只是说网络不好或什么 但是他并没有那个fail掉 这个时候如果他在那个连接上 那个主线的时候 就连online上线了之后 会发现出产生冲突 是有多个leader 他还并没有知道 就并不能知道 他自己就是已经不是leader了 然后在对其他界点来发出一些命令 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料的后果 然后这个的话就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 那我想问一句 比如说一个datacenter挂了 另一个datacenterleader来顶上 那么挂那个datacenter 我们是还会有机制让它重新再上线是吗 它会有 我就说挂那个datacenterleader 还会走我们之前的那种 像找一个follow进行failover 去取代那挂的datacenterleader 会有这种机制吗 还是说那个datacenter就挂一挂 我们以后再处理 他会有自动的替谱吗 这是我随便想的 随便问 好像是有谁在说话 但是好像我这听不清 是涛龙在说话吗 涛龙你的信号不是特别好 OK 好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涛龙可能是不是有谁的回音 就说有谁开了麦克 然后我的声音到你的屏幕以后就又回来了 OK 我们继续 那对于我们码龙的来说 因为我们只能在 在楼口的datacenter里面去写 所以如果这个跨datacenter的这个 internet的出现问题 对我们来说这个 这个码龙的也会受到影响 那随便俩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datacenter 然后在不同的datacenter里面写的东西不一样 这样我们只能在后面的时间内才会发现 那当发现的时候会有些冲突 这样我们必须要出现冲突 你比如说两边都有一个自身的电 那这个电可能就会相同 然后有些选择 还有一些我们这个数据工程中的 increedy的一些限制 这些都可能会到我们出现冲突 OK那然后咱们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offline的operation 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我们想想像我们的手机上 iPad上面都会有一些我们的这个 不过太冷了 然后我们就是假设说 目前没有网 那我们在手机上面添加了一个event 然后在我们的iPad上面添加了一个event 当天没有网上是不会通过的 所以说对于他们两个个字来说 他们都充当了一个local data center leader 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当我们一天我们上网 他们直接就会进行同步 那这个reputation lag可能就会 数小时甚至数年去取决于我们什么 手机上这个网 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和后的这个 他刚才说这个网 什么手机上这个网 他这只是举个例子说 我说我们这个offline的操作就相当于一个local data center 是吧 这是打了个比方是吧 这是说明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multi leader 的这种情况也很普遍是吗 多主复制的多主复制是multi leader的一种适用的场景 就是说可以用来在应用断网之后还需要继续工作的时候 都可以用 然后就是说后续可以来同步 就很像那个一个multi leader的一个这种模型 OK OK有道理 好 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合作的这个 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做slice的时候 就是好几个人在上面做一个操作 然后呢 这要求什么呢 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就会同时去改这个document 然后我们怎么做这个操作 就是每一个人写 你进入这个slice的时候 都要必须先把操作标准的一个锁 那这个由于想让我们用的这个体验非常好 比如说你继续写门就出现了 那我们这个锁的密度比较非常巧 甚至说每条几次键门就是一个 操作标准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样虽然能够使用 就是我们同步就是去写 让multiple user程度写 那这样 但是这样会也会带来一些challenge 就是后面描述收到的这个conflict resolution OK 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来处理这些组图呢 看到下面这个图 首先有两个user 他们所对应的 data center里面的那个eader user1对应的是1.1 user2对应的是1.2 然后在同一个时间 concurrent的这两个user 同时对他们对应的那个eader说 user1对leader1说把这个id123的title给B 然后user2说把id123的title给C 然后他们两个都改完了 在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两个进行一个同步发现说 一个改同的a一个改同的b一个改同的c 那他们就得去处理这个冲突 然后呢我们就这个例子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四个话题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同步和异步的这样一个冲突 冲突发现的这样一个机制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就避免这个冲突 OK 然后剩下的就是 进去往来说 呃 比如说 我们怎么样去 这个这个冲突呢 如果是通过的话就是说我们等到这个冲突 已经在所有的replicers里面就写完了 然后再告诉这个优者说冲突 但是呢 这样会引来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mike leader 他本身就是说我们都让每一个的都去接受 啊 都去接受这个冲突 那如果我们啊 像这样做过的话就是说 本所有的replicers都喜欢才告诉他冲突 那就是失去了我们这个mike leader本身的成立币 所以从来说啊 就不太好 因此我们要做异步 但是异步的话就是说 他两个冲突 都是冲突 但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他现在才会发现 说这有冲突 然后呢 一般来说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数据图 他的那个视线这个数据冲突解决方式 这样一个视线会会非常非常困難 然后所以说避免这样的冲突 一般就是我们一个所推进的两个方法 嗯 你比如说怎么避免的冲突 我们啊 对一个specific的一个用户来说 我们把他的所有的replicers都在同一个 参加数据和参加数据 对这个一个来说 他所有的数据就在同一个参加数据 就不会出现两个参加数据不一致成的一个情况 因此呢 咱们就认为这样说就是明明中终究 但是呢 如果这样想天真来 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优者 他今天在中国明天他飞到了美国 那他对于这个这个参加数据 他对于参加数据就是不一样了 或者说我们有这个中国的参加数据了 那可能就要把这个优者的一个数据 然后可以这个replicers都招到 到另外一个参加数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讲 我们这个冲突处理 避免冲突避免这样的方式就不行了 我们还是要想方法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 他这个冲突的避免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场景里边 你觉得是比如说多个人的同时写是 比如说可以判断多个人是同时在写这一个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些多个人的所有的操作 都放到一个data center里边是吗 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这就是那这个 那这个matis data center完全就 那什么时候才用到matis center呢 就是说他要判断说这拨人写跟那拨人写 完全没有基本上没有任何交集的时候 他才敢放到不同的data center里边去是吗 嗯 他其实在里面 就比如说我在我跟新闻在共享一个doc 大家都在网上doc里边在新闻当中写东西 所以这时候他就要判断我们这些人都必须 放在同一个data center里边 是这意思是吗 针对某一些场景可以这样的优化 就是说如果有可能会因为这种冲产生这种冲突 而导致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优化 嗯 就是把它最为一个single leader的一个模型来优化 就是跟我前面是完全一样的 ok 那他有举个例子说今天我在中国明天我在美国 这为什么最好要放在同一个data center里面 我还是没高通 所以这种就是说这种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 就是不能放在一个data center里面 就是对于放在同一个data center 这种solution都不能用来解决 你说你人的physical就是物理的移动 就是说所以说那个解决方案是有限的 就是那个能解决的东西是有限的 嗯 ok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大家有什么其他想讨论的都可以随时打转我们 避免冲突避免这样这个方式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想想方法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 ok那怎么处处理呢 我们就有四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一个导致的 然后我们给每一个导致一个唯一的一个ID 然后我们看同步的这个导致的每一个ID 那一个导致的ID是最大的 就让他这个作为最终的结果 这个方式就成为last red wins 就是相当于因为这个ID可能是自贞的 是最大的 然后或者说我们给每个处理一个ID 然后看每一个处理的ID 是最大的我就挑选这个处理 这个数据作为最终的加速数据 但是这样的话 也说明我们能够找到这些数据丢失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假设说有两个交易 就是银行的交易 就是说小明业小红先发了一块钱 然后在另外一边他又发了两块钱 然后我们就知道两个系统造作 那一块钱就会被救失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把两个作作 我们都把它传下来 就像前面的一个是把Title改成B 一个把Title改成C 我们这里就传下来按照B-C 这样把它传下来 那传下来之后怎么做做呢 就是我们的第四谱 比如说我们可以按照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Data structure 把这个B-C这样传下来 然后在我们的应用场上 也就是在我们的软件扣扣的方法来 然后描述一下我们去处理这样的情况 OK 我们的应用场上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按照时间出来 这比较好理解 就是说那我写了之后 可能别人又写了 我就发现我的被别人覆盖了 OK 第二个说根据一个Replica一个ID 我觉得这个好像确实是没有什么道理 就是说它说Replica谁最大 我再想 这个Replica的号码大跟这个时间先后 这两个是有什么不一样 是说有的Replica可能我收到的命令比较早 但我实际完成Replica时间比较晚 他这边是说那个是他把那个ID不是分配给了一个操作 不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这次有一个写操作 那我这个操作有一个ID 他不是分配给这个操作 而是分配给一个replication 对那就是说有Follower 说写了这Follower Follower的最牛是吗 这个Replica是可以指任意的一个或者是Leader或者是一个Follower 那就是说我现在我认为在这个数据就是这个Replica上有最高的一个优先级 那我就是如果有多个不同的优先级的那个写合并进来 那我就只保留优先级最大的那一个 而就是说那个没有那么高优先级的 但是他在说这个时候他举个例子说什么小明先转了一块钱 后来又转两块钱 说转两块钱就把转一块钱的给覆盖掉 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是因为转两块钱的放在一个更牛的replica上了 有可能吧 我觉得他那个例子可能没有太举的太好 OK 好 那么再看他说他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就是merge the value together 这个其实就是本质把这个就是最后面那两点拓展起来 其实就是我上几个我讲的算法 就是那个一个叫detect happens before algorithm 就是怎么样来来对那些有冲突的来进行 进行那个处理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保留所有的version 然后保留所有的version之后 我们要在那个那个保留所有version 是datacenter做的就是做了之后 那个每次我们那个给用户发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给当前的那个操作 给一个最新version给他 同时我们把之前所有旧的version的数据给用户 然后把那个烂摊子merge的那个就是那个merge的一个方案 让用户来处理 最后用户处理完了之后 把他那个对应的那个version的那个处理的结果 发到datacenter 然后datacenter就把在那个内存里面就是在disk上 或者数据库中对应的那个version的那个数据直接修盖掉覆盖掉 这样的话就是能保证就是不会有冲突 然后其实他最后两点说的就是那个 因为他这个在书上原本那个地方 他就是说了说后续我们会更加详细的来讨论这个东西 然后他其实就是说的就是上级给我说的那个东西 但是你那是什么是legalist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这个这个merge leader 那个就是这种冲突的解决方案 他不限于是说哪一个模式就是每个模式可能会有他自己的一些问题 但是说一些冲突解决的手段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共享的 比如说你看前不是说那个single leader的 刚刚刚说的一个single leader的一个可能的场景 然后现在在那个multi leader就用了嘛 就是说那个把那个所有东西放在一个一个一个leader 就是一个data center里面 这样的话就是由一个leader来做 这样的话就能避免很多问题 那这个也其实是用了之前的那个解决思路 就是说可以相互借鉴 然后那个就不用刻意说那个就是只针对于那个解决方案 然后这个只针对于这个解决方案 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思路是相似的都可以通用的 好吧我这个再想想我还是没有特别理解 就是说他这里是为了解决mat leader的一个写的冲突 但是他不是为了解决 他其实不是为了解决冲突 而是说只是为了收敛到一个收敛到一个一致的状态 就是说或者说或者只是收敛到一个值 因为就像我上那个内阶课我说了嘛 就是包括last rise win 这个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因为他里面就是系统全局的一个同步的时钟 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个东西 okok我明白了 对这种情况下冲突其实已经有了 比如说我这个data center里面数据是这个 另外一个data center数据是那个 然后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像是说这converged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定要收敛就是说要收敛到一个值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说要怎么样收敛 而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些冲突 这其实很难避免的 那对这对这不是避免冲突 而是有这冲突之后我们就要处理 对取一个对 主要有最后一个结果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判断 ok好像明白了 好 也就是在我们的软件写扣的方法来描述一下 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样一个情况 ok 然后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个 这个层面上 我们这个层面上 就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就两段方式 一个是unit 就是unit 就是解决冲突 一边说unit的话 就是说我们只要这个data center 它发现这里有冲突 它就要调整一下这个冲突的处理器 这个冲突的处理器 它一般来说它是自己在这个bipel round里面运行 也不会提醒这个游泽 然后运行的一段方法 然后如果是unit的话 就是说 当这个冲突被发现的时候 但是虽然被发现了 但是我们所有的一种冲突鞋 还都被损下来的 但是就在下一次这个data 被堵住的时候 我们会同时一上把所有的之前的这个冲突鞋 都返回到这个mk的面面 然后这个mk就会提醒我们的用户 说你自己来解决一下冲突 然后再冲突鞋 到这些回应的配置 然后呢 咱们这个 就可以扩展一下 想象到我们的git 就我们天天用的git 他用的是怎样的那种方式呢 在这里我认为它是用 它是并瑞的 就是说我们自己有一个branch 然后我们都是有branch b 我们在这个文件的第一行 我们家里行 然后他同时在最后一行 我们删掉了一行 那这里就要涉及到一个3wm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充足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个console 就会说什么什么什么 某某某的3wmmerge conflict 某某某件件 然后就这样的一个3wmmerge 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说有单课三个辈子 第一个是我们的mask的分支 打回来 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分支 fajrb 然后是老师的fajrb 三个东西放在一块比较 然后我们自己来解决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git来说 我认为它是unlade 这样一个conflict resolution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一章节里面 作者也提了一个crtb 这样一个技术 就是说这样一个技术 它虽然是推为mmerge 但是对于推mmerge 我其实没有深入了解 我只是认为dj 直反为dj 只有一个fajrb 比如说我改了一万行 同事是改了一行 那我怎么知道哪一行 是同事改的 所以这样我觉得 可能不太好处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下 那什么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中途 在前面我们就是认为 在同一个时间 我们改了同一个机构的 mink field 然后并且导致两个不同的结果 那这样就成为是一个conflict 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对一个mink field 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globe 只允许有一个人 去客户录用 因此这样的一个conflict 我们后面还会在深入讨论一下 最后就是我们的money 在同一个时间写同一个东西 第二个是说有些重复更微妙 检测起来更微妙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跟上面有什么区别 要保证每个房间在同一同一时刻只能被 只能在一个时刻只能被预定一次 正冲突 比如说第二个人还想在这个时间订这个房子 他不是就已经能看到说这个房间已经被订掉了吗 这怎么会有冲突呢 这好像我不是特别理解了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他说就看如果是即使允许我checking这个availability 仍然会有冲突什么情况下呢 这两个bookings是在不同leader上进行定的 这两个leader接受了不同的booking 最后莫及到一块的时候发现有冲突 那这个不是也是一个意思吗 就相当于 两个写同时对一个操作 这可能更加倾向于是比如说同一个leader里边是吧 然后这是不同leader里边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上节课讲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这边在那个课本上讲这个conflict的时候 就是也是简单提了一句 然后最后在讨论的时候 还是回到最后在那个leader的那一节里面 在详细讨论的说什么样可能是冲突 那我那节课我也说了 那节课我也说了 我说这个冲突 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都市的这个系统下 就是在这个partition和replication这种场景下 它的冲突不是说不是说像那个传统的那个 就是seql数据库那种那种情况 说我有不同的那个client 说我在这个client 而且我那个在对表进行写操作的时候 发现那个表已经锁了已经上锁了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是那个已经有冲突发生了 那那个避免冲突的方式就是加锁 那我这个是能互相知道的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在这种分布式的情境下 我这个对象就是它的那个角度不是从那个client的那边看 而是从那个server这边看 我就说我不知道那两个到底是哪个 哪个是就是说这两个只要靠的很近 那他们两个都有可能是说那个发生冲突的 只要是对同一个直进行操作 那这个样子我就不能发 我就不能就是很好地知道哪个是 就是说那个哪个到底是先哪个到底是后 然后就所以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是其实是在后面 在那个leaders那一节后面就是详细讨论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上级可以讲 然后它这边其实是只是说简单的体力上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就是作为那个两个leader 其实跟leaders一样 就是如果说不考虑那个不考虑其他情况 就是假设有多个leader的情况下 那他们就只考虑多个leader这几个节点 然后他们之间来相互的那个merge 其实就是跟leaders情况是一样的 就也是站在他们的角度 就完全不知道这几个他们 就是他们几个其他的leader来发给我的这个东西 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ok 所以他这边其实就是在定义这个conflict 然后为了引出后面的可能可能整个的 后面详细的要讲说来怎么样解决 怎么样的来看这个问题 那就是作为一个影子 他其实在这个书上 说到这个原本他这里面的内容 这一小节 就是可能只在了半夜不到吧 就是也是 他这个就原本把书上的那个东西复制起来 就这四句话 但是没有解释的很清楚 然后就说最后我们再来搞这个问题 他这个我认为是说简单的介绍一下 ok 我更感觉可能这个他更看重 就是同时操作的话可能会肯定会有冲突 然后像这样可能他不同时 但是他因为分给了不同的leader 所以说到最后末期的时候再会发现冲突 好 然后 我们后面还会在深入讨论一下 最后就是我们的mike的reputation topology 我们一般三种 就是一个旋馆的 就是一个start 大家可以看到这下面这个图 然后一种是od 然后一般来说我们move general的topology 就是od的方式就是每一个led对 每一个led对要交流 然后zoql的方式就是1到2到3到4到n 然后nm又重了1 然后zoql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中间是一个1到1 然后0.2到n就是对待他的周围 那可能有个人就会说 那我会说一个冲突 他这样在这个sql的方式里面 他不会有无线性环的信息 这样其实我们就会有对对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给每一个led对要交流 就是一个led的ID 然后只要这个写扫作 接过了这个reputation的一个写 他就把这个reputation 也就是这个led对的ID给type上 然后当他从1走到1的时候 就type1 走到2的type2 走到2的type2 回到1的时候 他会发现他已经被type上了1 所以就说我们在这个led1上面 他已经做了这个写扫作 因此在这个地方他就会忽略 忽略到这个写扫作 也就是在led1上证明他已经写过了 然后呢我们这样会有成问题 因为我们电视频的sql和sql 比如说sql 中间有任何一个地点 他画了 那这整个一个圆就不成立了 也就是说就中断了 然后对于我们sql 如果说是我们最中间的那个地点画 那是因为整个写扫作 就是这样的一个圆管就无法进行 因此能不能 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拳 那是否说说明 我们这一个完美不佳的方式呢 也不是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个 consistent prefix 你比如说我们的clineda 他对应的那个data3里面的一个是b的1 clinedb是对应的是b的3 clineda对于b的1说 你把我插入一个数据 他自1 然后b的1插入了之后 他就是在告诉b的2和3说 比如说你们两个我刚刚插入完这个数据 你们两个插入这个数据 你们两个插入在这个数据吧 2.2和3就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就收到了 然后比如说第一秒 这个data1写完了 data2他在第二秒再收到这个插入 操作的这样一个信息 然后data2和3就有一个data3说 你现在把这个刚刚插入的 新插入这个Y9 它的这个值加1 然后data3收到了 然后data就是更轻易 然后data3因为刚刚刚刚插入这个数据 也要同步再告诉b的1和data2 然后告诉b的1 因为我们data1前面已经查入这个数据 但是告诉data2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刚data1发送data2的时候 你也查了这个数据的 但是data2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可能在第5秒 但是我们这个data3 告诉data2是更新这个数据的数据 在第4秒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data2来说 他这个数据还没有插入呢 就会控制说 你先更新一下 所以data2会很困惑说 我都还没有这个数据 你怎么能让我来更新呢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因此来说 这种问题是称为我们的 cozality的一个问题 然后怎么去处处理这些问题呢 我们后面有说到一个 这样就可以处理我们这种 cozality的一个问题 那么 就是东流上捷克最后讲的东西吗 对 对好像有点影响了 比如说呢 咱们那么一些 就是像这种充足 比如说 Data2的 他在我们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 实现是非常的不好 的 比如说我们的 force bridge 他就不提供上 做大家的 顺序的一种写 然后对于 MySQL的那个 某一个 replicate 他甚至都不支持 去 检测到这样一个程度 然后我们就得到一个解决 就是说 当我们想用一个 replicate replicate 我们就必须 自己去 小心一下 这些问题 什么说呢 我们就要去 自己阅读一下 Data2的一个 Data3的 Data3的 然后说 它是不提供的一些 我们可能期待的 它提供的一些功能 就比如说上面的一些 这个可在类的 这样一个支持 也就是说 这些问题 我们都要去 小心 但是这也是一个 经验上的 经验上的 OK 那我这部分就算 完成了 接下来让我们的 关键是 来 给大家解答一些 相关的 谢谢大家 我靠 我是解答不了 我们接下 一直回顾一下 看一下他 最开始目录 讲了些啥 回顾一下 比如说 OK 就是说 Multi leader Data center operation 就是说 这是基于多个Data center 的一个备份方式 对 它有些类似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 offline operation 合作的编辑一个在线文档 这些都可以想象成一个 多个Data center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会遇到冲突 那么主要冲突 都是因为我们一步造成的 是吧 对这个Data center 对我接受这个命令 那个Data center 对同一个地方操作 但是我接受不同命令 就会有冲突 那么冲突我们能避免 就是尽量避免 比如说比较傻的方法 就把详细把这些人 放到一个Data center里面 如果不能避免的话 我们就想办法要有个resolution 就要解决这个冲突 那么有个方法 就是像上节和最后说的那些 就是它后台有个机制 怎么判断 最后我们要最后状态 什么样的 它可能有些方法就是说 要把所有的历史状态 什么都加上去 什么之类的 叫什么forging factor 有个那样东西 然后 有些自定义的解决方案 这个说的少 就一样 好 最后 最后讲一下top结构 是吧 有三种top结构 那么all to all 可能看上去更好一点 但是all to all的问题也很大 是吧 基本还都是那些老问题 就是说你有延迟 然后怎么解决 好像也没怎么说 也就是说 也就rot回了这个东西 就是说充足肯定有 怎么解决 就是在后台再解决 没法避免 只能后台来解决 好 好像差不多就是这么总结的意思 大家同学有什么想评论的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评论的话 那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环节 东神还在吗 在呢 在呢 好好那 东神你对这张如果没什么评论的话 那直接就这个话语圈交给你了 好 ok 那我这个 稍等一下来打开一下这个东西 照理说应该有一个present的一个tab 是不是 我这怎么看不到 因为你没有present呗 我这present只有两个 一个叫window 一个叫your entire screen 这个有一个option 没开chrome是吗 或者chrome跟你那个 这个gvc不在同一个chrome里边 哦 那我觉得我要切一下感觉 稍等一下我先退出去一下 我觉得 那个 好 好像可以了 我来看一下 对 对 有这个 对 我 - 好 - 那就開始吧 我們這第六章 我覺得看了一下第六章內容還是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還是可以準點下課 不會像之前一樣會拖延 所以我們盡量我們講的這三個人 所以partition其實是一個 它的字面的意思就是說把一張特別大的一張表 要分成一些小的一些表 這樣就好處是什麼 就是可以達到一個比較高的scalability 像比如說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就是比如說一個最開始一個公司 它可能剛上線一個服務 它的這個服務最開始的活躍的用戶比較少 比如說幾千個用戶 那麼幾千個用戶的這些用戶的信息 比如說假設說就以Facebook為例 Facebook假設說最開始它只在哈佛這個學校裡邊用 然後它是只有幾千個用戶 幾千個用戶的所有的信息 包括它的個人這個page的信息 可能都存在一個database裡面就可以了 然後它可能最開始有一台server 然後這台server上裝了一個database 然後每次有什麼query過來的話 它就去query這個database就可以了 那麼想一下這Facebook它發展到後來可能它有 幾百萬的人或者幾千萬的人的時候 那它一個在一台server上的這個database可能就不行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這個表分一下 對吧 就是比如說這個按照比如說這個userid來分 userid這個末位數是0的分到一個node上去 末位數是1的分到一個node上 末位數為2的分到一個node上 假設我現在有可能100萬人了 100萬人的話我這樣一分就分成了10個部分 所以就是在每一台電腦上 但我們假設這個database假設能處理這個10萬的record沒有問題的話 那麼我們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好的這個scalable的 這樣的一個system的情況 所以這就是最簡單來說partition idea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然後我們下面就具體看一下 我這邊主要先講一下就是主要的集中partition的技術 和它們具體實現的一些細節 主要是水平分割和垂直分割 然後之後的話 東流和Milo就會講一下後面的兩部分吧 所以就正如剛才所說的 就是這個 一張表變得很大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考慮如果在一個node上不能支持 那就要把它partition到幾個啊 兩個或者多個node上 假設說我們現在這邊有一個這個什麼 某一個商店的這個商品 裡面的這個 描述啊 比如說我這我這只寫了兩個column嘛 實際上有很多column比如說他有個product ID 然後有一個description 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這個屬性啊 比如說這個什麼web page是什麼樣子 然後什麼price什麼什麼之類的東西 然後如果我們有一天發現說去去訪問這張表 這個在一個server上去訪問這張表已經不行了 就是這個 就他的qps已經太大了 啊的時候 那我們就靠考慮 比如說把這張表分成兩張表 分成 兩個兩個col 兩個col 第一個col就是 比如說product ID從第1到這個5 什麼0000 這是多少個0 這是500萬 不是 這是500 這是5億啊 這是從第1個到5億啊 第二個是從5101到第10億 所以這樣的話 我就通過把這個就相當於 分流啊 就是相當於把這個traffic分流 因為拿到一個product ID 我就很 就很快就知道他要去查詢的是哪一個 哪一個數據庫 然後通過這樣的方法 啊 就完成了一個就是 當這個系統的這個workload變大之後啊 這個怎麼去能夠保生它的scalability 這idea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idea 那麼這個東西叫水平切割 水平切割什麼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有一條橫線 有一條線把這個表切成兩半 那麼我這條線現在是平著的 就是相當於我是在這個啊 根據這個product ID的中間啊 這張表的最中間 我有一條橫線 一切 這叫水平分割 接下來我們之後還會看到 所謂的這個垂直分割 是跟這個啊 不是一樣的思路啊 這個水平分割的時候 它的特點就是 它的partition是 based on一個這個partition key啊 partition key有可能是一個或者多個column 比如說在我們最開始這個里面啊 product product ID就是我們的partition key啊 我們根據product ID 把這個這個數據啊 一分為二 所以我們就是partition是based on一個 一個column 這上面啊 啊 那麼第二點就是每個partition的話 它是 它是單獨的存在了 不就是自己的表啊 或者說自己的這個node上 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數據庫上 那麼這樣的話我們去訪問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這個 互相之間的隔離性 啊 每一個partition 它的schema是一樣的 這是 水平分割的一個特點 水平分割的話就是 橫著把這個數據 切成幾半 那麼每一半的那個數據 它的這個schema 它的表啊 是一樣的 那麼我們去看垂直分割的時候 它就不一樣了 此外的話就是把所有的這個partition union起來的話 它就是全部的數據啊 這一點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因為你這union起來的話 不能說什麼有些數據就給丟了什麼之類的 這些 所以這就是 啊 水平分割就是這麼做的 那麼水平分割 就是根據這個partition怎麼分啊 第一種就是 就是by range 就是我們最開始的這個就是一個by range 從第1到第5億以上 這個產品 啊 是一個 這個 是這個 是這個partition 1 後面的那一半是partition 2 其實是根據一個 一個範圍來 啊 來去這個做的 做的劃分 比如說這邊還舉了另一個例子啊 就怎麼著 這是一個字典吧 就根據 呃 根據什麼字典序還有什麼之類的 這可能是 他也有一個database 是有個什麼查字典 是吧 可能是查字典啊 他這個把這個 第1個什麼 a k到什麼 貝葉斯 這個 放到了第1個這個partition 里面 第2個 是什麼b到c 第3個什麼c到d啊 這樣 他這也是一個類似的思路 只不過他partition了就是更多份啊 這是一種常見的這個partition的方法 就是根據他的這個key的這個range 第2種就是算哈希啊 就是弄幾個桶 然後把這個partitionkey就哈希到這個 啊 這個不同這個桶里面去啊 這個例子其實也很簡單啊 比如說 啊 啊你這partitionkey是現在是一個timestamp timestamp 就通過這個哈希哈希到了一個這個integer 然後 他根據這個 最開始的這個兩個 這個byte 然後來算一下這個 把它扔到哪個桶里面去啊 啊 這也是我覺得 跟大家做算法 其實沒什麼太大差別啊 partition 還可以跟這個replication啊 兩個就是同時結合起來 因為replication的話是可以 達到一個比較高的這個availability 就是我們第五章講的這個內容啊 partition是可以 就提高這個 他的scalability 然後這兩個東西其實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用的啊 你看比如說像這個在這個例子裡面我們其實是把這個數據分成了四個partition 相當於是每個partition去serve他 特定的一個range的一個或者特定的range或者特定的一個set的這種partition的key 那麼此外的話每一個partition他這邊有一個leader 還有一個follower啊 比如說這個partition1在node1上他有一個他是一個leader 然後他此外他在node3和node4上他有兩個follower 啊這就是 通過這樣的方法能夠提高到這個比較好這個read的這個 啊這個availability上比較好 這就是說啊把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 應該也是比較比較streetforward的 啊那麼partition就是水平分割的時候他會遇到的一個 剛才那個圖我再仔細看一下 這四個node是指在不同的空間位置空間上的四個 啊四個什麼四個四個機房 然後每個機房有三臺機器 每臺機器它的作用 啊還不一樣啊在node1的話 機器它還分屬不同的partition 啊這node1它可能就是一臺server node1是一臺server 但是一臺server上它可以支撐幾個database的table 然後node2它也是一臺這個server 它這個server上也可以支撐好幾個database 然後每一個node它其實都可以包含了好幾張這個database 在裡面就是啊比如說這個它可能合起來是一張大的一個dataset 只不過我先把這個dataset一分為四 啊分成了四個partition 然後只不過然後這個partition的時候我又做這種這個 啊這個leader和follower然後可以提高它的這個availability 所以你比如說你要去讀這個來了一個query啊這個query去query的這個id是在partition1上 啊這個然後你就可以既從node1讀也可以從node3讀也可以從node4讀 是這樣的然後node1node2node3node4這全都是啊 他們每個是可能是比如說一個大的datacenter裡面的一個node之類的 OK這樣讀的話啊 啊ok你就說啊那我來分析一下就說我我要我要讀的話我可能會首先先經過partition分流 是吧如果是在某個partition那邊ok然後這個partition呢它有可能放在4個node那邊然後又進一步分流 啊對 嗯有點正確 這邊其實就是相當於有三個就是一份數據我partition成四份然後我這一個整個這個數據我做replication做了三次啊就是那個有三個replication 就是說三成四等於十二嘛所以總共你能看到十二個partition嗎 呃 他partition是四個 然後 他replicer是多做兩份總共有三份replicer是吧 一個leader有partition有一個leader和兩個follow是嗎一個follow兩個followOK 有三份replication四份partition 對啊OK 所以就是三條四等於十二總共有十二個partition OKOK讀的話對那會風流一點 然後寫的話還是必須先找一個leader是吧 對寫的話應該就是還是第五章的那一套 這個就是single leader的一個東西嗎 就是如果就是對一份partition它是一個single leader的東西嗎 嗯OK好 好那下面講一下就是在這partition裡面就是會遇到的這個問題啊就是叫做這個數據扭斜 這個數據扭斜的 就是就是意思就是說比如說我像剛才的這個 比如說以這個字典為例啊 這字典的話比如說假設我有這個26個字母 然後假設我按這個每個詞開始的首字母來做這個partition的時候 那會出現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z開始的這個詞是很少的啊 q開始的這個詞也是很少的 但是像什麼a開始的呀 e開始的 i開始的這些詞是很多的 所以最後就會導致說這個partition 他其實是不是不是平均的這種partition 那這時候就會導致說你這個scalability沒有很好的解決就有一些node 他其實他上面的這個這個partition 所含的這個數據量是很少的 所以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他這個在這個node上的這個qps是非常少的 但是在某一些這個node上他這個是非常非常heavy的這種東西 因為比如說他這個訪問的這個 訪問的這個數據量非常的大 所以他就沒有非常好的就是把這個 說把這個traffic 真的去evenly distributed to different nodes 這個就是說這個數據扭斜 這個 最大的問題呀 就是我們去看這個 其實實際上 有的時候是很難去 就是整個像這個hash base的這個 方法可能稍微好一點 能夠去真的好比較好的去把這個東西shuffle一下 但是其實 實際上也是很難去真正完全的避免這個 這個 就這個問題呀 比如說這你就考慮在這個 社交網絡上的一個社會名流 那麼這個社會名流就是 大家都要去access他的這個信息 都要去看他的頁面 他一發出來什麼消息之後大家都要去看 所以在這個celebrity 的這個 這個頁面 它本身就是一個非常hot的一個 一個東西 你是沒有辦法去 真正的把它能夠去partition 把它自己能夠去partition開 就在它上面的這個traffic本身就是一個非常 非常重 它這個traffic已經是沒有辦法去去細分了 所以說 我們只能通過一些方法去大概去 就是優化一下 比如說 兩個celebrity 這個 實際上的這個數據扭斜的問題 這本書裡還談到了一個就是說 怎麼在這上面做這個index 就是 我們知道像這個partition key本身是提供了這個primary index 就是比如說 就是 比如說這個 剛才說這個 怎麼說呢 就是 就以它這個 拿它這個例子來看吧 它這個例子其實是一個就是 這個車的這個一個大概是一個什麼 一手車二手車這個交易平台呀 它這個 這個primary key是一個什麼類似於car ID之類的 這個東西 然後之外它有一些其他的一個屬性啊 比如說這個車的顏色呀 車的 這個 這個製造商啊 以及它的這個 地點是什麼 它這個車所在的地點是什麼 所以 根據這個primary key可以快速的定位到這個 啊 它這個車的這個信息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去搜索的時候 我們是拿著其他的東西去搜的 比如說 我們要搜一輛紅色的車 啊或者說我們要搜一個 這個 這個什麼Toyota啊 這個什麼Ford之類的 什麼的車 或者我們要搜一些比如說這個 啊 location在這個 啊 Paleauto這個這個地方的一些車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 我們就希望能加上什麼secondary index 那麼你看它這個底下這個secondary index 比如說 color black的車有什麼 214啊 只有一輛214 但是color red的這個車 這個的意思是說 在左邊這個partition里面 color black的車只有214一輛 color red的這個車只有191和306啊 這兩輛 那麼在第二個partition partition1里面 black的車 沒有red的車有768 還有一個silver的車是 515和893 所以說 有一種方法就是說把這個二級index 直接建到這個partition上面去 那這時候的他的 他的問題就是說 一旦我要去查這個二級index 的時候 那我需要到每一個partition上去 啊 都去查這個 查這個二級的index 然後才能去這個fulfill 這個user query 那比如說這個user 想要去找一輛紅色的車 那他就要在 partition0上找 partition1上也要去找啊 就要把這兩個全都 全都找一遍 那麼另一種方法 其實就是說啊 這個把這個partition 把這個index 也當作另一種data來做partition 就是可以把這個 比如說他最開始說這個有這個 這個顏色啊 顏色這個顏色 他現在只有四種顏色 黑色 紅色 灰色和黃色 你把它 想像成它是一張表 那這張表他其實自己 他是可以做partition 就是他可以把這個 啊 黑色和紅色的放到partition0上 那麼在這個 這個灰色和黃色的放在這個partition1上 那麼這時候如果我要去找一個紅色的一輛車的話 那麼 我直接可以 就快速的定位到某一個特定的partition上 那在這個partition上我就能夠快速的找到a list of car ID 那麼這些id就是都是說這個車是紅色的 那麼拿著這些id我再去查這個partition partition這個0和partition1 然後把這個這個車的這個情況啊找出來 所以這兩個就是各有千秋啊 一個就是說 我把這個index和partition坐在一起 那麼我index拿到的時候就直接在 本partition上就直接把這個數據拿完了 那麼第二種好處就是說我這個 secondary index只需要查一次 那麼之後我再慢慢去各個partition上去拿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兩個就是 兩種就是建這個secondary index的方法 能再回覆一下第1種的好處在哪 第1種的好處是就比如說現在我先拿到的color red color red是191和306 那麼我立刻可以在同一個partition上 我就可以把這個 191和306的這個數據拿下來 他們倆可能是有locality 就是有spatial locality 他們倆可能比如說存在一起 存在了一張表上 如果比如說數據庫 他如果實現的時候 他把這個表和index實現在一起 那麼他查完index 立刻就能拿到這個 191和306 對應的這個車的其他的信息 所以他這個是有 在partition內部 他是有locality OK OK 但事實上像你這種不僅除了0之外 partition1我遲早也要查的 那麼 不會有什麼 因為我遲早也在partition1上要查一個color red 對 但是你在對比一下第2種方法的話 在第2種方法的時候 你不需要在partition1上去查index OK 他省了一次他省了一系列的index的查詢 然後但是他 會就是他的locality就沒有那麼好 就是他其實是事實上最後也是要去partition1partition2這類上面去要把要抓數據 那抓數據的時候我覺得他 他實際上跟這個抓數據加加查一次index的這個成本應該不會差太多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是存在可能存在比較 相近的一些地方 OK OK 這就是之前我們就講了這個水平分割 水平分割就是 其實idea也很簡單 就是說把這個表 這個根據某一種key 分成好幾份 方法是有這個 這個根據range來分 也有根據hash value來分的 這個 我們還討論了說這個 如果數據出現有些的時候 我們這個分的時候 可能是 不均勻的 以及說 我們如果查的不是這個key 然後查的如果是這個 就是其他的這個 secondary的這種 index 我們有什麼樣的方法 那麼接下來我們還要談另一種 就是partition叫做verteal 就是垂直切勒 垂直切勒的意思就是說 一張表啊如果他有非常多的colum 那麼我還可以一種方法就是把這些colum切開 比如說看現在這個這樣一張表啊 這張表是 這是 這是各種咖啡吧 是吧 好像是 應該是各種咖啡啊 這種咖啡 每種咖啡他有這個 他有 好幾個這個屬性啊 比如圖片啊 這個review是什麼樣子 然後他的短的一個描述是什麼 然後他的產品名稱是什麼 然後 有一種方法就是垂直切一條線啊 你看他現在我現在分成了兩張表 第一張表啊 第一張表是這個他的這個key 然後加上他的product name和review 那麼第二張表是這個key 他的這個short description和這個picture 那麼我就把這個 相當於是我畫了一條竖線 當然key這個東西是要就是共形 都是要都是要就兩邊都要有 但是其他的column的話 就一張表存一點 就是要畫一條竖的這個partition 就是要畫一條竖的 那麼這種適合就是適合說那個一張表啊 他這個他這個column特別長 然後有一些這個 有一些這個column是一些比較常用的 還有一些column就是 一些非常冷的一些數據啊 就是這個什麼什麼幾百次才訪問一次的這樣的東西 那麼這時候就適合說把這個垂直的劃分開來 那麼垂直劃分開來的話 就是每一張表的schema就不一樣了 就比如說你看我現在左邊那張表的schema 是key,product,name和review 後面那張表是key,short,description和picture 那麼這個就區別於 之前的水平分割 水平分割的話 每個partition是一樣的schema 現在的每個partition是不一樣的schema 那麼這個partition他要share 至少一個column嘛 就是為了 到時候能把他們 到時候 真的有必要能夠去 對應起來的時候 還是能夠對應起來啊 就是你知道 左邊的這個 第一行跟右邊的第一行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 也是要把所有的這個partition union 就是整個的這個數據集啊 這個 這第三點也是對於各種partition 都是必須的 因為partition 就是你不能說切著切著這個數據就沒了 什麼之類的 這肯定是不行 那麼 那麼一般來說常見的這種垂直切割是有這麼 這樣切的 就是首先是把這種短的啊 就是 這種 經常訪問的這些column嘛 放在一起 這樣的話 它就可以達到比較好的這個cache performance 因為我們知道像 這個數據最開始都是存在 比如說 這個磁盤呀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一般用memory去做cache 那memory cache的時候 他memory的問題就是 它的capacity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就要去cache一些比較常用的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種短的 這種長訪問的這種column 把它就是 一起放到這個 這個table裡面去 那麼這個table 我們期待著就是說這個cache 能夠去cache很多這個東西 那麼對於 那些 長的呀 然後 一般不怎麼用的這些column 就全都扔到這個extension table 裡面去 可能幾十次 查一次 幾百次 查一次之類的 到時候我們就去查這個table 這個table可能 他不會在memory裡面 但是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個查的不是特別多 然後 要去訪問的時候啊 我們一般是做一個服務層 這個服務層 他可能最開始就是 比如說拿到你這個query 你這個query是 比如說我這個 比如說我這個要select select要什麼 select的這個 product name 然後short description 和picture 出來 那這個 service 這一層就能看到 你到底要訪問的是哪些column 如果你這個 訪問的這個column 如果都是在base table 裡面 他可能就issue一個 request 然後就到這個 到這個base table 裡面去 然後 這個 如果說這個 他發現 既要查base table 又要查extension table 他可能就issue兩個 這個select 分別到兩個table 裡面去 這就是這個 一個服務層來做的這個事情 那麼 這個注意的是 就是這邊的話 我們是一般 不做join 就是不在 雖然我們有一個key 在這邊 但是 我們去做join的話 這個overhead 就太大了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 采用說 就是這個service 這個level 就直接就開始 查兩次 就是因為你給定了一個key 這樣就 比較好去就直接查兩次 就可以查出來 所以說 這個大概就是 我 我今天要講的這一部分 就是說我們 簡單講了一下這個 為什麼要做partition 以及兩種常見的這個partition的方法 一個叫水平切割 一個叫垂直切割 那麼水平切割就是把這個數據根據這個一定的partitionkey 要切割成幾部分 每一部分放到一個partition上去 然後垂直切割就是說把一張表 竖著切 把這個表上的各種column切開來 一張 我們有一張 這個base table 這個base table是 存儲一些 就是 比較熱的一些數據 那麼還有一個extension table 就是存一些比較老的一些數據 那麼到時候是這個服務層去 看到底是要 只需要query這個base table 還是兩個table都需要query 這就是兩個 說我們這個數據量 這個 比較 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能怎麼能夠去保證這個scalability 我們通過分流 分流到不同的partition 水平垂直還可以一起用 這個就是 大概就是這個partition這一部分的 我這邊做的這個簡要的介紹 看看大家有什麼關於這部分有什麼問題嗎 感覺這部分還是比較通俗易懂的 好 行那要沒有什麼這個其他的問題 我覺得 是不是就可以交給這個後邊的這個 兩位來講 後面兩位會講一下 就是 這個數據怎麼去 這個 當這個節點 發生了一些 資源發生了一些變化的時候 怎麼去 做一些rebalancing 什麼 有一些那個consistence 一致性哈希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 routing的一些東西 那我們就把這個交給東流 東流 東流 東流不在了嗎 okok 我正在展 就是 把那個屏幕付出 行那我這邊就退出來了 我這邊就 結束了 嗯能看到嗎 可以沒問題 ok 那我這張 我這部分講的就是一個rebalancing rebalancing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我們假設按照 就是上個節那個說的一些常見的方法 把一個 比較大的數據 分割成了不同的partition之後 然後 他並不是說 就一直保持不動 而是說我們會有一些動態的變化 比如說 那個查詢的吞吐量增加了 那我可能需要更多的cpu來處理這些負載對吧 然後或者是說那個數據機 可能就是 就是用戶不斷把數據寫入進來 這個時候我需要更多的磁盤 或者是那個 內存ram來處理它 或者是說可能機器出現了故障 然後我們需要一些新的機器來接管這些故障的機器 那這個總之可能會有各種情況 使得那個整個那個 嗯 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partition的一個狀態 就是打破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需要 做的一個事情就叫rebalancing 他這個rebalancing 他說的是那個 將負載從 就是datacenter的一個基點 向另外一個基點移動的過程 這個負載指的就是說 可能是 就是一些數據 然後這個過程就是成為rebalancing 然後 我們不論說 後續可能 一會兒我們 會介紹幾種方法來做 但是我們說不論哪種方法 我們都要滿足一些 最小那個一些條件 這個條件有三個 一個第一個是叫 fairly sharding 就是說fairly sharding 說我們 在那個rebalancing rebalancing之後 我們那個期望的是說 每一個節點之間 可能他們的那個負載都是平衡 這樣的話就可能 就能消除一些 hot spot 就是說上那個上一節講到的那個 scaled data 它是那個 消除一些數據倾斜 然後第二個 就是說我們 那個 在 rebalancing 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不能有那個 當機 就是不能有那個 比如說整個服務都不能用了 不能read 不能write 然後那個 整個就是已經被鎖死了 或者怎麼樣 這是不允許的 還必須要 同時提供一些正常的 請求的一些服務 第三點是說 minimizing moving 就是說我們 做rebalancing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要把所有的那個東西都移動到其他的基點 而是說我們盡可能的少移動數據 然後 在這種情況下 來把那個我們整個的那個 就是做這個rebalancing的這個cost降低 那我現在來舉一個反面的例子 就是說 一個策略一個反面的策略就是說 假設我們那個用hashi來做 就是那個hash partition 然後我們現在那個 我們的hashi是一個 模N的一個hashi 就是說我們的那個策略就是模N modN 然後現在假設我們是mod10 對吧 然後 然後 假設最初有10個節點 那我們就mod10 然後那個 那現在假設我一個key是122的一個key 那當時 在最初有10個節點 122mod10 那就變成2 那這個時候我們這個key 為122的這個 這個數據就放在那個 就是 節點那個id為2的一個partition裡面 當如果 後續我們需要增加節點 就變成了那個假設我11個節點 那這個時候122mod11就變成了 121那就變成1對吧 那這個時候我們從這個數據就會從 節點2 跳到節點1 然後最後 後續如果還要增加 那我說我再增加一個節點變成12個節點的時候 那個就是122mod12等於 那就等於2了 你看又跑到另外一個地點裡面去了 那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下 因為它不是 並不是一個 很 就是說一個 可能不是一個很關鍵的數據 但是在 如果用那個 mod n 這種 partition的策略 rebalancing的策略來說 你會始終會導致一個數據 在不同的partition之間移動 這個就 會有一個額外的cost 那這個cost就是說 其實是沒有必要產生的 那所以就是說 那個 我們用那個 mod n 這種 這種策略來做 rebalancing 就不是一個好的策略 就不滿足我們剛剛說的這三點 那我們現在 有哪些 哪些是常見的策略呢 就是三個 一個是叫 fix number of partition 就是說我們固定的 固定的那個partition的數量 就是一開始設置好 然後第二個是dynamic partitioning 這個 也是dp但是沒有那麼難了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們馬上就會講到 就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partition的數量是可變的 然後 跟我們節點的數量成正比 然後 第三個是一個常見的策略 我們 我接下來就會來講 主要講這三種策略 然後講完了之後 我還說一下 那個 是自動 自動來做這個 rebalancing 好像還是手動來做 這個rebalancing好 這個有個tradeoff在裡面 ok我們來講第一個策略 就說 那我來說一下 剛才那個說 fix number of partition 那這 豈不是 我現在就來講 現在就來講這三個 那個策略 ok好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是說那個fix number 就是說這個策略就很簡單 那是說 創建 我們就創建 比節點更多的分區 然後 然後 就是讓那個每一個節點 就每個node 分配很多個分區給他 就是關鍵的一點 就是我們假設 就是在這裡 就是假設是fixed 就是說那個m的partition 我們就是那個m 是提前確定好的 並且我們在天 即便添加了節點 這個m也不會變 然後我們這一唯一的要求 就是說那個m1元大於n n是那個n 那個節點的數量嘛 然後那個 我們下面看一個例子嘛 就是現在我們假設我們partition的數量是20 然後我們當前有4個節點 那我們平均分 假設他們沒有一個特別 就是沒有hotspot的話 就是平均分嘛 那就變成了 就是每個node上有5個partition 對吧 這個時候我現在情況是我覺得那個數量有增加 那我放不下了 我需要來一個新的節點來存一些數據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了說我現在有5個節點了 5個節點之後你看了 看這個地方可能有一點 就是 我們 從那個4個節點變成5個 那這樣的話每個節點上其實只剩了4個partition了 對吧 我覺得這個圖畫的不好的一點是在於 其實我把這個東西挪到最後 就是每一個你看每一個node裡面抽一個partition出來 然後挪到最後一個新加的節點上去 他原本的這些原始的這些partition 他並沒有說數量增加 就是說你可以理解為其實還是原來是剛好能裝下5個partition的話 那這個其實裝4個partition最後還是會剩一點的 就是其實這個圖我覺得畫的不是很嚴謹了 但是那個邏輯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可以從每一個partition裡面 原始的partition 那個每個node裡面抽一個partition出來 這樣的話我們最小移動的單位就是一個partition 那這樣的話我比如說你看這個節點 那我只移動p4那其他的081216這幾個partition我們都不動了 那這樣的話就能夠很好的就是減少一些 不必要的移動帶來的一些性能上的損失 那這是一個很好理解的東西 那這樣的做法有什麼樣的優缺點呢 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能夠根據你的不同節點之間 就是不同的機器上性能的差異來分配負載 就是一些比如說一些機器可能說比較新 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較舊的機器 那它可能處理能力比較有限 那現在我加了一些新的機器 那個新的機器可能比舊的機器性能要更強一點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partition的數量分給它更多一些 這樣的話我就能做到一個比較好的說 我的機器的性能能跟我的partition的數量 就是能做到一個比較match 那這樣的話我就能夠整體的性能 就是整個系統的性能能做得更好一些 然後這個就是在這些譬如Rike 或者是Couchbase之類的這些輸入股裡面 都會支持這種操作 說我手動設置要多少個partition在我這個機器上 然後第二個就是優點是說它比較操作起來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它你只是要劃分劃分 劃分出所有的提前設計好一個m值 就是說我多少個partition 那最後我就直接細分就好了 就是直接抽就好了 這個很好想的 沒有什麼難度在裡面 但是它同時有兩個缺點 一個缺點就是我們很難來確定到底是要多少個基點 因為如果說假設我們 我們那個 對於一個系統裡面我們能夠 預測出了可能最後 在穩定的狀態下會有多少的數據量 然後 然後那個我們來根據那個來做 這個是OK的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的系統並不能提前來預測 就是說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最後需要多少個partition會使得那個性能是最好的 這個是不可預知的 所以就是這也是一個難點 就是說如果對於不可預估的一個數據的那個dataset的大小的話 我們是很難來選擇一個partition的數量 因為它一旦是確定了就不能改 然後第四個缺點就是說 如果是對於一個dataset它就是經常的那個 經常的改變 那其實這跟上面那個m的值確定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很難來預測 怎麼樣來 來那個劃分那個節點 就包括其實後續說我怎麼樣來從 任一個節點裡面 任一個節點裡面來抽一個partition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很難的過程 所以就 其實也有的局限性在裡面 優點就是好想 然後那個能夠跟性能 性能相匹配 但是缺點也是很明顯的 就是 不能很好支持一些 不斷在變化的數據 然後我們來講第二種方法那個叫dynamic 就是動態的一個 rebalancing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嗯 我們之前是說 固定了m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不固定有多少partition了 我們固定的是什麼固定的是每一個partition size 就比如說在那個 h base上 它這種如果按那個dynamic rebalancing的 它這個策略是說每一個partition 我可以默認是10個G的大小 那我超過這個10個G 那我就把我當前所有的 我當前這個partition裡面的所有東西 對半分 然後就分一半給下一個新建 新建出來的一個partition 它這個樣子的話 那就是說 能夠避免一些上一個 就是那個fixed fixed partition size的那個問題 它主要是能避免一些邊界的錯誤 它邊界的錯誤怎麼產生呢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抽出一個 從一個 節點裡面抽出 它多個partition裡面的一個 那這個時候它可能 它的那個剩下的partition 它的那個 如果是按key range 就是說我們按第一節講的那樣 就是 從key從0到100 那按key來分的話 最後它的每一個partition 它裡面的那個 邊界都會變化 那這樣的邊界變化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出錯 那這個dynamic rebalancing 就是按我剛剛說的策略 每次只分 就後面那一半 那就是明顯出錯的概率就會小很多 因為這裡面 邊界其實很好確定了 那就是 中間的那個值 那就是在那個值之後 就全往後劃分就好了 沒有涉及到說 那個中間的邊界可能會不一致的情況 那所以說這個是一個 就 能解決那樣的問題 然後它整個的這個 dynamic rebalancing 它這個 最後它那個 變化的過程 就很像我們當時在講那個index 就是在講存儲結構裡面的那個b數的 那個變化一樣 就說我們當時在 當前有一個range 然後我在裡面插了個key 然後這個插了個key之後 導致我說這個 我當前這個 頁面 就是當時那b數裡面是叫那個page嘛 一個page 容納不下這麼多東西了 那我就新建一個後面的page 然後把那個當前的 當前page裡面的東西往後分一部分 就是跟這個其實 很相似的 那其實這個想說起來也很簡單 就是每次多的話就往後分 那這個策略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首先 首先好處就是說 那我們的那個節電數量是可以變的 那就是隨著我們的那個 總的數據量的變化來變而變化 就不會說有固定的那個 固定的partition 這種前面說的那種問題 就是說那個 總數量 總數量變化 然後那個partition的數量跟不上 但是缺點也是很明顯的 第一個他是說缺少一個先驗的信息 先驗信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假設我們現在你看 我們對於 一個空的數據庫 那 我們要 因為我們說的那個劃分的規則 就是 只能到達那個上限 那個size的上限我才劃分 意味著就是說在初始的階段 我們那個訪問就是不管是read還是write 就是整個的那個load的那個 很大的load都是集中在一個節點上 那這樣的話 就會導致的其實還是會有很高的一個負載 那這個解決方法就是在 比如說那個 HBase或者是MangoDB 它允許一個叫bre splitting的一個策略 一個這種方法 它的意思就是說我提前 預備好 就說假設我能夠知道在 短時間內 就是這一個時間段內 我的負載是大概什麼樣的 那我提前預備好說 我說提前先把那個區分好 那我就比如說分出了4個partition 或者5個partition 那這樣的話在那個他們的 這幾個partition上同時寫入 這樣的話能夠很好的避免 我剛剛說的 都是一定要從第一個節點開始 這個問題 然後 第三個缺點就是說 它可能 不太能夠支持得了那個harsh partition 就是之前說的 我們用那個一個harsh函數 然後就把那個 把那個整個的 我們的那個 data來給它打亂 它這個 一開始就是很難很難來支持這種操作 但是後續的就是說 比如說mangoDB的2.4版本 也開始來支持這種那個用harsh partition的那個dataset 然後來做這個東西 就是最原始的版本 這個dynamic rebalancing 它只支持那個p版就是說從0到100 然後我就每次對半分講 然後後續的版本也支持一個 一種harsh partition 那其實這兩個缺點也不能算缺點 因為就是隨著 隨著那個 版本的更新 隨著一些那個 後續的優化 它這些問題都能夠解決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很常用的一個方法 然後 我們來講第三種策略 這個叫 partitioning proportionally to nodes 這個就是說我們的partition的數量 始終是 與我們的那個nodes的數量成等比 比如說我們有 假設我們說 那個比為5 那我就一個nodes 那我就始終是有5個partition partition 然後兩個nodes始終是有10個 就是說它始終是那個 每個意思是說每個節點其實有固定數量的分區 那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要來怎麼做rebalancing呢 比如說當一個新的節點加入到我們現在的那個已經做好的一個 做好那個 那個partition的一個datacenter裡面的時候 這個新的節 新的節點是空的 那它會隨機選擇 固定數量的 就是這個數量一開始也是固定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說那個成正比的那個數量 隨機選擇這個固定數量的現有的分區進行拆分 就是現在已經在其他的節點上可能有了一些partition 然後我們把它 隨機的抽出幾個partition過來 然後抽過來之後 然後就把它們占有 然後這個其實跟 開始的那個 一開始的那個固定數量 固定的partition數量的那個 rebalancing的方式很像 但是這個其實 第三種方式是前兩種方式的一個折衷了 就是說 把它那個 隨機抽一部分過來拆分 然後那個 那個 將那個剩下的那個那一部分 剩下的那一半 就留在他們 原本 在的那些那個nose裡面 就是它隨機抽取一些東西過來之後 就是說可能導致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每個節點數量不一定嘛 但是它是說 固定數量就是說 那每個節點都要抽取那麼多東西過來 那就可能會產生一些 不公平的一些分割 就是可能不會很 那個low的不會很 balancing 但是如果說在 在我們的那個節點數量足夠多的情況下 在這個情況下 那就比如說那個在cassandra裡面 它默認情況下每個節點會有256個分區 那在如果我節點數量特別多的時候 我新的節點 最終就是肯定會獲得一些比較公平的那個 負載的一些份額就是可能會share 比較 公平的一些就是 就是最後它會整個系統會打到一個balancing的狀態 其實就是說 用這種算法就是第三個 第三種算法就是這種 這種策略 它能夠比較符合就是 基於那個散列就是基於那個hush的那種partition的那個思想 它那個hush partition跟那個key partition最 最不一樣的一點就是在那個key partition可能會導致scaled data 但是那個hush partition整個你把所有的數據可能就是隨機的分配到不同的節點上去的時候 就是這種hot spot或者說那個scaled data可能就會消失 最後就是它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那個整個更平均 那現在就是說 符合那個思想它這個其實本質上 就是能讓所有的那個最後的 所有的那個負載是 是能夠比較平均 平均的 就相比於前兩種的那個partition的思路這個是能夠讓那個更平均的 嗯 那那你看那個prost and cons 那就是說 keep the size of each partition stable 這個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partition的每一個nose上partition的數量可能會很多 就比如說 剛剛說的那個cassential裡面有256個 那其實 這個意思就是說可能每一個partition裡面的數量就會比較少 那我現在每個數量比較少的情況下 那我最終抽出來從其他partition裡面抽出來的那個數量 最後合併在一起可能就會很相似 那就是說每個partition的那個 就是 每個partition它裡面的那個size就可能很相似 然後每一個nose 就是每一個節點上 它可能 最後的數量也會很相似 那比起於 比起那個上一個 就是這個dynamic rebalancing的話 它你看比如說我可能是當前分割完了之後 我上線是10對吧 我可能分割完之後一個是5G 但是那個可能快要快要滿的那些可能是10個G 這樣的話就是說 就5個G的數量 就是當然是默認的 可能有一些我設置的可能會更大 這樣的話 每一個partition裡面的那個數量其實差別是很大 這樣的話其實還不是很 不是很那個平均 那這樣的話 相對的 相對這種 相對那個dynamic rebalancing 現在這種按固定比例的這個 分法可能 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能夠保持每一個partition裡面的那個 那個partition的大小像那個 是很接近的 然後第二個是realize most most balancing shot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一點 然後第三個是說 only for harsh 對 這個缺陷就是說 我剛剛也說 因為它 它 它其實只能說針對於那個 harsh partition的dataset來做 因為它首先你看我剛剛說 因為這個策略就是從其他的那個notes 從其他上抽一些partition 然後把他們的數據對半分 那這個本質上一個其實一個隨機的過程 當然就是說後續 因為 因為後續 它那個比如說在Cassandra 3.0裡面 它就 不是在那個 就不再隨機選了可能有一些更好的算法 能夠把一些特別hot的一些數據 或者說一個可分的hot 可分的一些數據 把它那個 劃分過來 這樣的話就能夠更好的消除 但是它始終是一個缺點就是它 只能做harsh partition的一個 就只能基於一個harsh partition的一個dataset 然後 對於這個我 不是很清楚為什麼 能用harsh partition 我想想 這個 就是說比如說你現在新建一個節點 那麼我怎麼樣通過hashi來判定 所以說我要是訪問哪個partition呢 如果是range的話 我還好理解一點 你這hash的rule現在是什麼呢 它是隨機挑選的呀 不是 不是 但是你比如說 比如說原來的節點都是 比如說暗 就是暗時取摸 原來有十個partition 暗時取摸 現在 新加一個節點 新增了一個 新加一個節點上 那些partition 是從前面十個partition裡邊 追擊取了一些partition中的一半放過來 我覺得 那你的新建的節點 那partition它的那個partition入是什麼呢 就跟前面 不吻合了 比如說前面一個入是很明顯是磨10 如果這個hash規則能夠知道我該分到哪個partition裡邊 對 那現在磨11了 那整個的它那個整個它的結構就變了 所以說磨不是一個好的一個做法 呃一個一個例子是在之前就是剛剛第一節裡面講過的 就是說 做那個 如果做secondary的index 的那個partition的時候 我們其實它還是需要對那個就是它那個primarykey 或者說firstkey firstindex來做 firstindex來做那個整個的那個 呃partition的 然後它的那個規則就是說我的那個key後面 會有一些隨機產生出來的一些那個 數據 然後這個數據我們把它 把它作為那個一個 哈希的一個 標準 就是說可能通過產生的那些數據之後 我就是能夠支持一些更好的 就是更 呃 跟原本不一樣的一個哈希的策略 ok你添加一新節點以後這個整個哈希策略就有很多不同 嗯 ok但是還是能夠兼顧之前舊的節點 嗯 好吧有一點 對這個這個這個書上首先書上沒有說得很清楚 然後 然後第二個是說 其實我自己我覺得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難理解的一個事情 因為它你看就是說我們首先那個dynamic 那個rebalancing它避免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bundery arrow 因為bundery arrow是說你看比如說這個 在這種情況下 我在那個node1裡面抽了那個partition4 node2裡面抽了partition9 這個時候它本來抽出來的時候它其實是按這個keyrange來分的 對吧 分了之後我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 它那部分缺射 等於說它那個key就是那個range不是連續的 這個時候不是連續的剩下的那部分我要再重新的那個 重新的平均會怎麼樣的時候 就發現就會很容易出錯 那它它這這次 我其實我並不是 對你剛才說這個容易出現bundery arrow的時候 我這一點就不是很理解 我就比如說像像這個例子來說 為什麼會出現bundery arrow 比如說我比如說p4我認為就是比如說舉模的 這這麼說 比如說那個keyrange從0到100 每一個node上keyrange從0到100 那那我從0到100 比如說第一個node上 第一個node0 那0到100那p4的份額是從20到40 100除以5對 20到40 沒錯吧 那從node1上的那個range又不一樣 然後node2上的range又不一樣 對吧 每個node上它的range都可能 可能都不是一樣的 然後最後它拼在一起 拼在一起本身這個在node4上這個幾點就是已經很容易出錯了 那它原始的那個比如node0 node1 node2它原本裡面它原本是連續的數據現在變成了不連續的數據 它這個時候它那個boundary它比如說那個p在node0裡面p0是0到20p840到60 對吧 那它的兩個本來是不連續的最後你看發現更新後的node0就是在下面那個node0 它又變成了就是它們兩個放在一起了這個時候它本身就已經不連續了 不連續的話就是 你要是再分個一次還好 那後續還要再分隔的話可能就可能會導致各種錯誤 這個就是 我的理解為什麼要這麼理解 我的理解就比如說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容易支持hushbh的 比如說p0就表示取摸為0的 p4就表示取摸為4的 就是說根據他們取摸後的結果 我們分分到對應的petition然後對應到那種node 現在下面有新的規則 那我還是根據我的規則 根據我的規則如果比如說取摸為4 就是我查到這個p4是在第4個節點上 然後就跑到第4個節點上去 如果是這種方法的話我覺得應該都是很well defined的東西 但是你那個如果按摩的話來說 它它就會有產生一些不必要的那個 但是如果你說把那個 摩n的這種 這種 策略改變一下 就是說 我是摩n但是我並不是把那個地點移動到那個對應的 對應的那個分區 而是說我 我是提前設計好 說那個哪些 摩好的哪些數據會分到我這個分區 然後那個其他的保持不變 那這樣的話是可以的 我剛才說的就是說如果只是摩 比如說我摩了那個 122 它摩了 摩了10 那就變成2 那我就是最後分到那個partition0裡面 那最後 我當那個節點 對分到0裡面 然後我如果說我變成了那個120 有11個節點變成120 摩120 摩11變成121 於1 那我就變成 變成partition1裡面去 這種就不是一個 那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那你現在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不管摩了多少 我現在摩那個數據 那我就 告訴你 比如說摩即便是在 就是摩好的那個數據在partition1裡面 那我這1就是在那個node 比如說1是node1裡面對吧 然後0的話就是node0裡面了 那那你你說這個是可以的呀 嗯 對我第一次就是說 這裡是看不出什麼boundary error這個問題 因為你說這種方法 有點在於boundary error 但是 因為你覺得這個就是你覺得這個是 可能不會出錯的 對是可能不會說出錯但是 相對於那個dynamic rebalancing 他這個就是只是每次對半分 每次只分一半 然後這也不會有不連連續的東西出現 那就是一個更straightforward的一個 一個策略 我就相對來說是更容易 更不容易出現那種錯誤的 你可以理解我 我所有的那個 假設我是按那個 key range來劃分的話 那我意思是我所有的那個 所有的那個node 我每個node上我的那個節點都是按 按我那個key的那個順序來分 那就是我一旦要查找的話其實非常好查找的 對如果你是要看又又看key range來分的話 那你現在這個方法就是有點支離破碎 對啊 就是說在有些情形下這當然是要看你的那個劃分的策略是什麼 但當然說這個是總的一個劃分的想法 然後 然後你實際上你要劃分 具體要怎麼樣做的那個策略還是有不一樣的 你要是不管是key range還是hash 他最後其實還是會有不一樣 所以就 在有些情形下就會有bundary error 然後你如果用那個key partition的話 呃用當然那個rebalancing的話 你這種 只是單純做那個key key range的那個partition 你就根本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OK然後然後就 呃其實第三節我確實這一節書上也沒有說的很清楚 然後他也沒有提供 很多的那個 很多的那個思路或者說reference 總之他就是說提出了一個 他就給告訴了一個結論說 用這樣的方法我首先能夠保持 就是就是每個partition 他自己本身的那個 size的大小就是那個穩定的 然後第二個我能保證 保證我每一個 每一個那個note上 partition的數量是一致的 那最後我都可以認為我的那個總的數據量 是跟我的那個note 也同時是跟我的那個partition的數量是成正比的 那相對於就是這種 相對於那個dynamic rebalancing來說 他的波動會更小一些 然後同時他還可以支持的一個操作就是用那個hash partition 因為他這裡面涉及到可能各種 各種算法或者怎麼樣的 他 包括就是他每個版本的那個分配的策略也在變 所以他就是 作者只是簡單提了 想說 這個可以避免一些不 不公平的那個partition 你看說波動會更小一點 波動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看就在這個情況下 剛剛我說 因為他假設我默認是10個G對吧 就是每個partition的大小是10個G 對 我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 我後續我要再往裡面寫數據 往整個System寫數據的時候 可能會往某個partition裡面去寫數據 那這樣的話 他那個可能會大小會可能接近 有的會可能很接近於10個G對吧 對 可能剛做完partition 就是剛剛那個剛買了10個G 剛分割完變成5個G 那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10個G一個5個G 就是已經 有那個不平衡的 就已經很不平衡的對吧 那恰好如果說那個10個G裡面 有一些可能hot spot 或者怎麼樣 就整個的那個其實並不是說很平衡 我還是沒懂平衡意思就是如果 我分一扇出去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對是分一扇很正常的但是分割那一半的數據 那我這麼跟你說吧 假設我現在有三個節點 012 那012它是從011來的對吧 011那我當時我在分的時候 012到兩個節點都是已經快滿10個G了對吧 快滿10個G的時候 1提前先滿了10個G 那1分成了2 那是012三個節點 那1和2裡面每個 每個node的每個partition的 他們那個數據量是5個G對吧 嗯 但是node0 不是那個partition0裡面始終還是有將近10個G的數據 那這個時候 他的數據量的大小 後面兩個數據量的大小就不一樣了對吧 你說partition0跟partition1和2數據量不一樣 對 那你第三種那個第三個rebalancing方法 不是也會出現嗎 對它會出現 但是說我現在第三種它是說我把partition的數量做得很多 每個node上固定的 然後每一個partition可能就沒有那麼大 那我可能比如說這個時候我每個partition的數量我就設置為一個G 那這樣的話我就即便再怎麼分 再怎麼二分 我始終它可能最多只有0.5個G的大小的波動對吧 但是上一個這個dynamic的話可能會有很大的波動對吧 相對後面那個分法會有很大的波動對不對 你說的波動是什麼一個電腦的波動 是同一個Node裡面的partition的波動嗎 就是每個partition它的那個數據量的大小 然後哪個partition它數據量的波動 就比如說按這個例子來說 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假設我現在是只有這兩個節點 按剛剛那個例子 剛剛假設只有兩個節點 我比較就是按dynamic rebalancing來說 那最後我那個兩個都接近10個G 然後我把這個節點 又劃分 這個partition又劃分成了那個新的partition 這樣的話 這個電腦裡面每個都是只有5個G的數據 但是這個有加近10個G的數據 對 那這個時候 假設我是對這些所有的數據來進行一個 就是訪問的那個 頻率是一致的話 那是不是會出現partition0 這個partition裡面的那個訪問的 那個load要比這兩個大很多 單獨的任何一個兩個 都要大很多 對吧 對 那這個 所以它這個波動 就是說它那個最大的就是partition 那個data size最大的是10 就是將近10可以認為是10 最小的可能是5 這個時候它的那個波動的幅度是不是5個G 對 那第三種方法呢 對 那我用後面的方法就是說 我每一個node上我劃分出很多個partition 那每個partition的數量都很小了 那時候假設我現在 現在我說每個partition可能就是說只有一個G 那現在我有256個partition 那最後我新加一個節點進來的時候 那我從前面每一個 每一個那個 那個任何一個node裡面就是 拿然後隨機拿一些 然後最後拿出了256個partition分過來之後 他們因為每個partition它只有一個G對吧 那我現在分下來的話 我始終到這裡面最多的 就是最多可能可能是只有0.5個G 最少可能是0對吧 那這個時候我的波動就可能始終是在一個G的範圍內波動 而不是說像之前我說那個做dynamic rebalancing那樣 可能會有5個G的數據大小的波動 對吧 OK 那我覺得 那關鍵就算在於一個節點的比如說partition 其實也不是的 因為因為它這個如果你是按那個 dynamic rebalancing的話 它你不一定一個節點有多少個partition 那可能是說我這兩個partition剛好比較大 那我就可能只有兩個 但是如果說如果說我那個這幾個 不斷的在網路面寫 只有最後導致有4-5個partition 然後我就可能一個節點上可能有很多個partition 這個時候我的那個最後的我的總的 總的那個 就是總的數據量和我的那個partition的數量 其實是沒有很明顯的關係的 可能最就是在你在函數上可能沒有找不到一個很直觀的一個 函數來表達它 可能是可以認為是成正比 但是就是說找不到一個關係來表達它 那這個時候我們希望有一個更好的更stable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說我固定數量 這樣的話我就有多少個partition 那我因為每一個partition裡面的數量 就每個partition的size它是很小的 那我可以近似就直接估計出我總的數據量 那我有一種感覺就是你的第二種方法 如果當我每個節點上的partition數目比較多 或者說每個節點的容量比較少的話 是不是有點去進入第三種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這個初始化就是我一個新的節點加進來的時候 初始化我並不是從前一個分的 而是從前面隨任意任意一個那個節點裡面 然後抽抽一個任意的partition然後來分的 這樣的話就是能夠相對來說比起那個dynamic來說 我能夠更balancing一些 可以吧反正有點這種感覺 你是隨機抽嗎可能統計上來說就是他一個折衷的一個解決的思路嘛 他也沒有說跟前面有兩個有很大的差別 而是說只是說一個一種解決的 一種更折衷的一個思路 ok 有借鑒然後也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樣 然後就總共就書上就介紹這三種rebalancing的方法 然後最後來說就是說 剛剛說的這些可能都是一些自動的分法 那自動的rebalancing的分法它是 它是有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那個缺陷呢 首先就是整個這個你可以從剛剛介紹裡面看出來 rebalancing是一個就是 非常昂貴的一個操作就是你要往裡面 新加節點或怎麼樣 就是它的那個 代價是非常大的 它需要就是從 從不斷的那個一個 從大量把大量的數據從一個極點移動到另外一個極點 然後如果就是沒有做好的話 這個整個過程可能使得 就是網絡可能本來就已經很擁塞 可能會進一步擁塞 然後來降低其他的性能 所以它這個而且在很多時候在自動的這種優化 就是三個那個思路的時候也不一定是最優的 那 那假設這樣一個情境 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節點已經完全過載了 那就是說 其他的 就是它對那個其他的一些 不管是用戶的請求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partition的一個請求也好 響應就非常非常慢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 有可能其他的節點就會認為 這個過載的節點已經死亡了 對吧 然後之後過載 那死亡要怎麼辦 就是你fair了之後要怎麼辦 那就是說我們需要 自動的重新平衡這個集群 就是相當於剛剛的那個 添加節點的一個逆過程 就是減少的節點 然後這個時候就情況就會更加糟糕了 因為 因為 因為本來它其實是沒有fair 只是因為說因為擁刺而導致fair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直接把它判定為fair了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的策略可能就是說 要進行進一步的 進一步的rebalancing 那本身它已經擁捨了 這個時候就會讓網絡更加擁捨 所以就 其實這個時候 最好的策略不是說 不是說要那個 繼續rebalancing 而是說等待它響應 等待它那個 把當前的所有東西處理完之後 那網絡就會不通常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如果用自動的策略來做的話 其實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那出於這個原因 就是說 在平衡的過程中 有人參與是一個好事 就是 最後 假設我們提出了一個 說機器提出了一個要 rebalancing的一個請求 那我們需要人為的去確認一下 或者人為的設置一些參數 這樣能夠避免很多的問題 所以就是 其實存在一個shadeoff 是需要手動的還是需要自動的 那 那不同的那個選擇可能會有不同的優劣的 情況 OK 我負責的這部分就是這些 然後下一部分是 就是service discovery 就路由 這個需要剩下的那個 剩下的那位同學來講 對嗎 好 剩下的是叫 Milo 好 我來講這個 等一下 好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了嗎 好 就是 我們這個講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數據進行partition 所以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 有個present 這樣的話可以全面播放一下 比如說我們現在 發一個request 比如說我們request server 返回一個 key等於foo的 所對應的value是多少 因為我們現在對所有的數據 可以進行partition 所以說 我們不是對於所有node都能返回我們所需要的那些數值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哪一個node能返回給我們我們所需要的數值 這個時候我面對的問題叫做service discovery 官方的解釋有這兩個 但是我覺得 通俗來講 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說 我發一個request request 哪一個機器或者哪一個node能返回給我我所需要的那些value 這樣的一個過程就叫做service discovery 通俗來說 大家能想到的就是三種解決方法 第一種是 我發一個request request是 就是反返回給我key等於foo的所對應的value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client的發出來 他所解決的方法是 node知道哪一個node 含有 key等於foo的 這樣的一個value 他 發request的時候他隨便 發給任何一個node 比如說這時候他發給node0 node0說 我沒有這樣的一個key 你去找node2要 這個所需要條件就是 每個node 他都有 這一些metadata 也就是說每個node都知道 哪些key 存在於哪些node上 這是第1種方法 就是每個node都知道他所對應的那些metadata是什麼 第2種方法就是 routing tier知道 也就是說我們在傳輸的過程中 你給我key等於foo的 在routing的過程中 我所理解的就是一些gateway的過程中 他所知道 你要去哪些node去 返回你所需要的 那這些value 這是第2種方法 第3種方法就是 client在發 請求的 前提就知道 我知道哪些node 含有我所需要的這些value 這時候他就直接去找node2 去找我所需要的這些value 這三種方法是 一個是在傳輸的結尾 在傳輸的當中和傳輸的起始 傳輸的起始的時候 知道所需要的這些value存在哪些node上 但是在實際的過程中 我們所用的 嗯 我們不用這些的 我們任意用法 我們都不用 我們所用的是把這些 我們所用的是 我們所用的是 把這些 service 給他分離出去 去用一個 另外一個service 叫做做keeper 也就是說讓這種metadata的任務 分離出來 讓每些node各司其職 做keeper的用法就是 說 他所包含了所有的metadata metadata含有的是 比如說key 是一些 a到ak b c d到f f到h 這些key range 定用的 他在哪些partition上 哪些partition存在哪些node上 如果需要這些node的話 我需要去routing的時候 需要是哪些ipaddress 這樣的話 當我 client發出一個請求的時候 他傳輸到routing 上 routing tier說 好 比如說我不知道 啊你需要的這個 key的value存在哪些node上 這個時候routing tier就會去找做keeper 需要 說好啊 祖keeper你給我 你告訴我 這個key我需要去哪個node上去找 這個祖keeper就說好你去哪些node上去找 這樣的話 也就說他是一個 separate service 他告訴routing tier 你需要去哪些node上找你所需要的這些value 同時每個node都會把自己的信息register到這個祖keeper上 這個 其實就是一個大概的流程 首先 client去找routing tier說你給我這些value routing tier 找組keeper去找對應的routing的信息 得到對應的routing的信息之後 routing tier再去對應的node上去找對應的value 之後再返回個client 其實組keeper 大概的 含有的主要東西是metadata 就是yuma 表上所列表這些東西 後來我看了一下 其實組keeper還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說 他會keep track 所有的node的health狀況 比如說有的node已經死了 或者是哪些node又加了一些新的東西 這個時候他都會先返回給組keeper 說我又新加了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現在已經死了 而且 組keeper也會說 keep track 這些node說你們的所有的信息 在付出的過程中 都已經consistent了 保證每個copy都是一致的 這些都是組keeper去 負責的一些東西 所以說 在真正的request routing過程中 大家所依靠的 就是這樣一個 separate的一個組keeper 去說你們要去哪些node 去找對應的信息 聽起來這個 組keeper很像是 就是domain name service 就是說 你一個client先發一個 到routing tier 然後routing tier 去一個 第三方的地方去找 然後再回到這個 routing tier 再去到 真正的這個節點 去找這個value 嗯 我覺得 組keeper是一個 被查詢的那麼一個東西 所以說 只要routing tier 不知道他的信息 是什麼 他就會先去詢問 組keeper 然後組keeper 返回他所需要的信息 了解 所以他 就是說每次 基本上都是強制性 會去訪問這個 組keeper 去得到最新的一個 這個routing的信息 我是這麼理解的 如果或者說 如果說 我現在有信息 但是 這個信息已經 已經 out of date了 或者說 這個信息 我找不到domainnode 他也會再去訪問組keeper 了解 了解 啊 組keeper 我覺得就像是一個 保證 他所了解 因為我看了一個 我看那個apache 組keeper的一個 一個架構 一般 組keeper Node0 Node1 Node2 這幾個其實是在 啊 一個 一個domain裡面的 你可以認為 比如說組keeper包含所有Node1 Node2 Node0 他們的house信息 他們的consistent信息 和他們的partition信息 他所包含信息 他所包含信息 一定是跟他的server 和他的datatenter是一致的 所以說routing 可以說 你給我的信息是什麼 我就trust你什麼 之後我 我依靠你 所給我的信息 我去 啊 找Node 去詢問我所對應的value什麼的 OK 那為什麼不把組keeper 跟那個routing 給集成在一塊呢 routing 啊 他 就是啊 啊 也就是說 這種情況對不對 就是如果他其實在一塊 他就變成了第二種情況 對 這種情況的話 我所理解的是routing tier 他的主要的 啊 functionality是說 我要去route 也就是說 給我一個IP address 我需要 forward到另外一個IP address多少 他的主要任務是這個 如果他們把這種情況 和這種metadata 合在一起的話 對於routing tier來說 是一個非常 啊 沒有效率的一個東西 Routing tier 這種在network傳輸 工程中 他是盡量減少他所 呃 存的那些信息的數量 就是這種他只負責 forwarding package 或者forwarding他的傳輸 他是越少 存那些metadata 信息他的效率是越高的 所以說我們要把它分開 就是讓每個部分 各司提值 這樣是 效率最高的 OK 嗯 這這個是我的理解 但是 我看呢 Apache Zookeeper 他之所以要分出來 讓 只有說大家需要 不知道 他去問的時候 他也是為了 讓他 separate function 這樣才更快 好 就是我下面再講一個叫做parallel query execution 我們從第 四章到第六章講的 其實都是一些simple query 什麼叫simple query 就是 你可以理解為就是 發一個request 返回一個response 它其實是一種online的一種system 它所需要就是 Client發一個信息 你sower越快越好的 返回給我 我所需要的就好了 這種你可以認為是一種 啊 一丁的一個多關係 但是這種情況來說 不適用於什麼呢 不適用於batch processing batch processing是一種 啊 你可以理解為是 啊 大部分用於data warehouse query 的時候的一種 的一種 required的信息 他比如說是你給我 one million的data 我們要把one million data 先join的filter 啊 再給這group起來 進行一些 比如說是取sum呀 取m 或者是 取alreg 這種query 這種query的話 我們 現在所講的這些 都是不太適用的 這種所需要的是 一般是offline 並且是 parallel running的 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一般做的是 offline 並且做一些 類似於map reduce的 這樣的處理 所以說這個 我們現在所講的是 不適用於batch processing 另外一種 叫做screen processing 它是介於我們 這幾張所講的 online system 和 batch processing 之間的 它是一種 synchronous processing 就是我們 最常規 和最常的就是一個 叫做message queue的東西 我們把我們所需要的request放進queue裡面 當我們的server有時間的時候我們就去處理 然後 一步的返回給client一些我們所需要的信息 這個是screen processing 這兩個會在第10章和第10 和第11章裡面去講 所以說 這個這裡面比較強調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說的 不是用 vatch processing 跟screen processing 這一部分大家有沒有問題 看上去還是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說 好 那這樣比較簡單 我們就講了大概這三部分內容 我們 第一部分是partition 主要說了是 首先是用key range partition 去做 這樣的時候會有一些 數據分布不均勻 以及有一些數據點會 頻繁的heater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說我們 需要對 他做一些hatch partition 之後 又介紹了 horizontal 跟 vertical shorting 兩種不同的shorting 方法 進一步我們又 講述了一些secondary index secondary index 分為兩種 一種是 document partition 那種是 term partition 第二部分是rebalancing rebalancing 上一頭也講了三種方法 主要也是有一些不同的trade off 一個是fixed number of partition dynamic partition 和partition proc to nodes 好 最後一個就是request routing request routing 在實際過程中 最常用的就是一種 separate function 用於 zookeeper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也講了一些 parallel query execution 是我們強調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這種 query的模式 不適用於一種batch processing 不適用於 stream processing 好 大概就這些 好 大概就這些 感謝你了 那麼 今天我們這個第六章 那麼也效率很高 我們把第六章 partition給 講完了 那麼看大家還有什麼需要補充的 可以一起參與討論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宣布下課了 基本上今天就我一個人在提問 三位老師給我提供私教服務 非常榮幸 那麼同時也感謝其他同學的參與和旁聽 那麼我們下一次是第七章 第七章的話是應該是 我看一下第七章講了啥 講transaction 應該是transaction 還是東流東神 我跟東神 然後還有幾個人一起講 然後他那一張是內容非常多的一張 OK 可以按一下 沒關係 是不是應該再 呼籲一下大家來 分享 下一張的 對現在單期獎金池已經達到250了好像 對 我覺得我們可以 考慮要不要比如說可以因為這一張內容 第六張內容 比較少一點第七張內容非常多 我們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些刺激計劃 比如說 刺激一下第七張的獎金 因為我覺得 標準 好 我可以安排一下 精采一下 那就是 行 我下課可以安排一下吧 行 你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你可以親自來參與講 親自來參與講 看一下時間吧 我們下去再討論吧 這個 好 OK 好 那感謝大家 那麼下課了 拜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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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